今天上午善情池會堂的師兄師姐們聚集在一起包愛心眾 已經連續十二年不中斷 每年端午前大家一起齊心協力包愛心眾 每年五千科完全免費捐贈給國小家福及公所 來幫助弱勢家庭以及弱勢小朋友 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關懷 開始起廟一段 五年就說我們要做戰事 不然起廟起到一半有颱風這麼會 同99年我們就每年都是固定 輿轉 災節 伐漲 我們最主要就是行善 需要人關照的地方 我們不為民 不為力 不為了什麼情力 就是完喻祖 甘願受完喻祖 無言無悔 雖然前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匯集很多的人手來到現場 但是他們這樣子的愛心 是今年來月不斷的這樣子的一個持續 那今年的端午佳節之前呢 依舊準備了五千科 非常真材實料的這樣的肉粽呢 那我相信今年的粽子吃到我們這些需要的朋友們 我相信他們吃在嘴裡 填在心裡 市議員周亞玲這幾年來都一起付出勞力 現在包粽子也包出心得 感謝廟方每年在端午節前夕不但準備材料 還號召志工一起包粽子 值得一提的是 雖然愛心粽只送不賣 但是用料都超用心 有菜補 香菇 滷肉等等 看起來十分美味 那今天非常感謝 善情慈慧堂給我們學校 一百二十顆的愛心粽 那我們會把這些愛心粽 發給我們全校的每一個孩子 那其中有一些家境比較困難的家庭 我們會多發幾顆 讓孩子也可以有機會帶回去 跟他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分享 在這邊我要代表我們中和新南國小的弱勢學生 謝謝堂主 謝謝母娘慈悲 多年來一直照顧 特別是在端午節這個愛心的節日 將這些愛心粽分送給我們的弱勢家庭 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年年都包愛心粽 而且用料絕不手軟 要用最好的材料包出最好吃的粽子 就是希望能把愛心送給更多的人 大家一起關懷弱勢 讓社會充滿溫暖 記者李嘉文細紙 採訪報導